鼓起勇气 报名相亲 却因体重维系 体重可以减肥 为了喜欢你 他能等我吧 缠继一年 胃爱减重 终把家人感动 也挺感动的吧 有一个人能为我能做点啥 真诚是最好告白 幸福终于到来 你照片还漂亮 他都是肌肉的那种 肌肉的那种 大叔减重一年 只为见你一面 今天的视频很精彩 我们一起往下看 今天来相亲的是恶阿姨 今年已经60岁 黎叶 她的退休金为每月6000元 居住的地方面积达到了120平米 儿子已经成家了宴 目前在长春市安居乐宴 一年不见的恶阿姨 她的面貌并没有太大的变动 但是在生活中经历了不少的变化 退休后的这一年 她从社交圈退隐到厨房 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退休之后 恶意的生活就像一个小鸟飞出了笼的 每天遛狗买菜 忙碌的生活 她已经远离 独处时的她有些许寂寞 这样的感觉让她更加坚定了 她不再满足于孤身一人 首先吧就是演员过关 盘老师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麻将 不跳舞 玩自己有一份退休金 3000以上就行 玩了身体健康 自己有一个小房 多大都行 主要是身材 我喜欢瘦小型的 我要是自己生病了 我自己负担也要费 一分钱也不用她 她就赔我就行 假设将来我要是先走了 我的工资卡 剩下的钱都留给她 我要是剩的少一点呢 这将来好像还有个20个月吧 最终还有个20个月 工资全给她 照顾我一次 我要是先走了 一辈子也得对得起人家 看得出来 恶姨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 她对待另一半 也非常的负责任 想必这也正是 她能打动陈叔的最大原因吧 于是在得到恶姨的答案以后 红娘马上就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陈叔 为啥给姨准备一盒茶呢 我考虑恶女士是一个文静高雅的 送一点茶 别的我也不会买 你是觉得这个茶的意境 跟她这个人挺搭配的 对 大家好 我是甜甜 现在呢 我正在去往公主岭的路上 先给大家套漏一下 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叫陈莲友 大概是一年之前呢 陈叔给我们节目组 打来了电话 说这个 乡中了一位叫恶书萍的阿姨 但是当时 经过这个 我和阿姨的多方沟通 恶姨就说了 说当时 嫌这个陈叔 这个体重有点太重了 因为当时 这个叔的体重是180斤 姨说 叔要是能减到167 然后呢 他在考虑 我以为这个事吧 到这就停止了 没想到前几天呢 又接到了陈叔的电话 说已经减肥成功了 现在就是167了 那我们现在就到陈叔家 看看他这个成果到底怎么样 今天相亲的男嘉宾是陈叔 63岁 离退休金6500元 住房面积85平米 那一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说那个 乡中的一个姨 叫啥名那张 恶书萍 我感到这个人 她的素质能高 因为在机关里边上班 她至少是政治素质高 生活素质高 个人的修养高 你看看她短片里边 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吧 我给你打电话 我说姨觉得咱们 稍稍体重有点不太合她心意 那你倒是啥想法呀 体重可以减肥 上次咱是180 然后那个都打电话说 那个现在减重了 减多些呀 你减十多节吧 那现在是100节 170左右 他喜欢你 他能等我吧 从陈叔的角度来看 他为了和恶义见面 可谓是费尽心思 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你也许会问 他为何如此执着呢 没错 他看上的对象正是恶义 为施亿名在机关单位 工作了许多年的老资格 他的工作不仅稳定 更重要的是 他对金融行业的贡献 也十分显著 陈叔认为 自己和恶义的缘分 非同寻常 因此他决定竭尽所能 将他们的缘分 拉近一些 陈叔的决心和行动 无意让人们看到了 他对恶义的深深喜爱 你觉得这个李 要是看着咱们本人的话 能不能相同男 我希望他相同 那我就不能找你了 他能相同我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 我希望他能相同 但我觉得 叔你能等这么长时间 就说明你对自己 是有自信的 你肯定有这个自信 说他一见面 他就能醒悟 要不然 谁能弄这么长时间 不过来接他了 他说你这必须得来接 你好啊 女婿 你好 大姐 来接来了 走吧 上学吧 行 说吧 对叔印象怎么样 感觉挺好的 实实在在里面 好像应该也就是 一种缘分 我也是经常想这个人 就是这人能啥样呢 就别人给介绍 这两年将近起一个伪算 好像就是一走一过 就是没啥印象了 就是对这个胖子 这两个字 就是觉得印象挺深 不知道胖到啥程度 我们单位那个胖子 肚子都可大了 但是一看这个叔叔 好像他都是肌肉的那种 我以为这一见面 情绪就是一个这样的 所以说这一看是个挺平的 挺结实的这种 分又多加了 没事去一个 比电视这边更好 这见面 陈叔一见到 依旧热情洋溢 而一看到陈叔的模样 不禁觉得比想象中更值得珍惜 他们都真是这难得的缘分 收拾完了 师傅 我先给你放下 来 你看 未来是很简单的 给姨姨介绍一下咱们自己 我现在退休了 给工地打工的 我是离婚的 前妻她已经去世了 别的没啥听听 没啥听听 刚好60年 今年64 我叔叔的 周岁63 徐罪64 你年六几岁吧 我是63 叔兔的 今年本历年 感觉这个人挺好的 进一步再了解了解 挺好的 能说得快就去 能谈得来 是 我发现 你跟姨姨在一起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能好一点了 对 是 做直觉的会做 会做 要那个时候视频 我不会做饭 完了 您说要见我 我这第一个想 就是应该会做饭 于是你不会做饭 我会做 再一个 我还能教会你 你爱吃也得都能自己做 应该吃饭还行 还好做饭 你这不也退休了吗 退休之后自己开始研究菜谱 一开始学 现在加上菜也都会了 还得自己实践 说这个厨艺好 而且还愿意做饭呢 以后你就是真学不好 学不会你也不用饭愁了 是不是也不饭愁了 不是必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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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会做饭这点是不是挺好的 挺好的 一打电话 我就应该第一个印象就知道应该是会做饭 要不他不可能是打电话 对于陈叔的主意 尔宜心中早有预感 于是对他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当陈叔掏出他准备许久的礼品时 尔宜却被彻底的震撼到了 谢谢大哥 我还不会喝茶呢 我在家健康但没粉碎的 一会儿买蛋白饭 叔为啥给你买茶呢 叔说就是送女士礼物 他也不知道送什么 不会买 就感到这个是高雅一些 文静一些 你最适合的 谢谢大哥 这么高看我呢 其实他挺 算是挺细心的 我觉得选这个东西 应该也是费了很多脑机 是不是 现在比较高雅的女士人都喝茶 就我不会 看来陈叔这里还真是送费了 阿姨也感受到了陈叔对她的何重视 就在红娘以为两个人之间 越落越近乎的时候 阿姨提出了一个问题 却让红娘和陈叔这心都悬了起来 感觉那个腿有点不舒服吗 右腿 这右腿啊 右腿有点毛病 就是几年前这就会走了一下了 就是 脚踝 不是 就趁金的 在院看也没看出啥毛病 反正就是有时候走到的时候 就像 脚踝上 就正常走到还可以 就有点儿不 像那个 实际上和这个腿差一点儿似的 疼吗 不疼 就是有点儿 伤筋了 应该是 他没拿到他当回事 一个人没疼 再一个也不耽误干活 走到也不耽误 熟的腿 他也现在跟你说了交代的情况 这个你还应有 没啥事 只要没啥大病就行 要是有病 这也是一个缘分 我陪他去治 听到尔姨的这句话 红娘这颗悬着的心酸是放下 陈叔也更有动力了 于是他要主动和偶遗 介绍起了自己的兴趣 我没啥爱好 我也啥爱好没有 不抽烟 喝点酒 喝酒喝大酒啊 尤其这个村子 就是喝酒 我们几个 到时候喝酒都有量 一人两张得了 再就不喝了 抽烟不抽挺好 如果要是抽烟 那又得一大段不能见面 多然都得记立足了 才能行 酒吧 就是有点儿场合 啥的有点儿 那都正常 这个是不算那硬质病 我两个孩子 现在大姑娘和儿子都在长春 大姑娘结婚了 儿子还在长春自己做的生意 还没成家呢 没成家呢 但房子给他卖完了 生意自己做的 就做从屋梁 从屋梁 猫狗那个卖条 我家有个小狗 阿养从屋 就养这么一个 小的时候 我儿子给拿来的八年 完了就一直养了 你这方面好像是没有 没有那个积极的 没有积极的话题应该是 一养的一只这个 这个这个小狗 这个你有啥想法的 没啥大想法 没事 你小想法有什么小想法呢 没有想法 不是说 你可以畅所欲言 因为咱们有问题 又沟通问题嘛 你觉得这个对你们的生活 过程很大的影响吗 没有影响 就是因为喜欢你这个人 所以啥都可以 内包容是谁 是 我这个 这个房子也属于我名下的 开这车你也看出来 小破车 我那个车也是解答 当九万多 我对物质生活 没啥要求 剩下的日子 也就是过个精神生活 不在物质上再添点啥了 顶多再赶个车 换个车 换个车我想了 不买 不买一级 不是 换车 不说啥问题 不是 还可以 因为你咱也不是 说是买很贵很贵的车 也没有必要 对 十多万的就行 十多万的稍稍大一点的就行 一个座的就行 是不是 对 那就旅行就够了 能拉好多东西 对 我考虑还是我自己换车 为啥呀 自己买一个吧 不是 不能让人家添钱 关于家庭未来规划 俩人都表现出深深的共同理念 愿意肩负起家庭的责任 这个举动也赢得了阿姨对他们的认可 接下来 他们又谈到了孩子的期望 互相坎承 毫无保留 我们孩子咋说的呢 你要是合适了 你英文好了 啥我们都不要 都你了 一家孩子也是这么说的 我儿子也说了 我的钱他一分钱都不要 想花钱的时候不够房子也可以卖的 不用 不用 不仅是房子不卖 以前存的钱都给你儿子 你钱的硬还够花 硬还够 钱 差不多都能够花了 这个年纪应该是 如果要是没有啥大病啥的 好像还行 没有啥大事 这个人的人品是真挺好 不是那么虚伪的那种 能看出来他很实在 她的休养 是我想象的那样 她的休养能高一些 没啥意见 我很喜欢你的 我也没啥意见 姐大大哥这个人挺实在的 挺可靠的 那你们俩就处处是不是 是 红娘的建议是你们俩好好处处 完完在逐渐的沟通当中 然后再继续发掘对方的优点 是不是争取能早点走到一起 是 最后二人的相亲宣告成功 好了 老铁们有什么想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星空笑说鱼的 请关注不迷路 长按红心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